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富贵族 很多朋友养富贵族一般都是用水培的方法 但是我养富贵族我一般都是喜欢用土培的方法 因为用土栽培的富贵族它生长会比较稳定 不容易出现黄叶或者是烂根或者是烂茎的问题 而且这个土培的富贵族它养护非常简单 因为土里面它养分的非常充足 只需要我们平时浇水就可以了 或者是久不久给它施肥一次 三到四个月给它施肥一次就足够了 不需要担心它会烂根了黄叶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平时养富贵族的时候 不管是水培也好,土栽也好 避免一些大电器的地方 比如说冰箱或者是电视 但是不避免这些地方的话 富贵族也是很容易出现黄叶的问题的 我们一定要把富贵族放到光线良好的地方 不要放到阴暗的角落 放到阴暗的角落的话 它吸去了光合作用 叶片也很容易发黄 甚至出现涂涨或者是黄叶的现象 那么我们把握好了这些技巧 我们自己养富贵族也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 如果大家没有尝试过用土培养富贵族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养富简单 而且长得也非常好 好了,觉得有用,点个赞